Rhinoshield 西诺顿全新挂绳系列 拥有三大款式 18种颜色可以选择 而且他们同时推出超精薄的挂绳夹片 他们真的超薄 我们跟其他品牌拿起来比 真的这薄非常多 Anyway 而且它超级简单安装 我觉得连凯莉应该都会安装 我刚有看真的很简单啦 真的超简单 而且它不会影响充电 重点是市面上 绝大多数手机壳都可以使用哦 Rhinoshield 为手机不立身的现代人们 提供轻巧的切换模式 精彩多变的配件单品 赶快使用百灵果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就可以享受九折优惠 随时放手体验生活 欢迎收听百灵果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Bilingual News The free's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ving around the world 听起来点没精神 是因为刚刚喝到冷气水 好了 不要再讲 等一下我把影片掉到网路上 因为我刚刚在念到 The free's的时候 我在想说 应该要改成The laziest 我们很懒吗 因为上礼拜没有更新啊 我们上礼拜没有 我们上礼拜有录 就是眼球的 我们是用眼球来代替 所以我们可以去休息 不是呢 单纯就是因为 宋伯模跟我们录完隔天 就要去日本 他没有办法去周二夜现场 所以我们才移到礼拜天的 好吗 好 我知道很多人 是以为宋伯模 他因为第一次看到线动 跟照片 发现我们跟宋伯模一起录音 就会觉得以为哥 以为周二夜会出现 没有 他在日本好吗 他在爽 一来就看到Puma 这样 Puma很棒好不好 那天好好玩 我觉得Puma 很努力耶 就他说他从来没有 做过现场 因为我们一直跟他讲A片啊 A片渗透啊 对啊 他也OK 他一开始我觉得 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们他后面就放弃了 对啊 他放弃 而且他真的讲 放弃就很好笑 而且还讲出一些道理 说A片网站 大家要注意什么 我说哇 认真 真的耶 还在分析说 你看A片可以分析出 你是Liberal还是Conservative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他说你是Liberal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 他会说你喜欢的A片 会跟你的支持的那些理念 会颠倒 会相反 所以你越是开放 你会喜欢那些保守Puma 如果你超保守 你会超喜欢那奇怪的Puma 所以就是 所以如果你 我们就看你可能走到你前面 那你可能就很喜欢那种 I don't know 那种卡布 你可能喜欢那种乱伦Puma之类 I don't know 我吗 哈哈哈哈哈哈 之类的 对难怪我都不喜欢看A片 哈哈哈哈 觉得很Boring 之类的之类的 好啦 那凯莉 你是不是接下来去韩国玩 诶对 我完全被范姐洗脑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跟我说 就是 釜山比首尔好玩 因为首尔就是一个台北市 那我自己又不是像舍边调你知道 可是你又只住台北市 一直跟你讲说 那个谁 久妹一直跟你说 诶那你来住信账 你说不要 那厢下去 不要啊 我哪有人说那厢下去 我走 我走 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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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讲!屁啦 你好可怕哦 嗯 对呀 可是有台北住为什么 我就住妈妈家 哈哈哈 我爱我妈 跟我爸 你住最天龙的地方 对 没错 好 就是很多人都推荐福山很不错 而且很便宜 多便宜 我这是大家要想就是疫情后 真的机票都很贵 然后去日本之前都什么2万多块 对 日本最近涨价涨太多了 对 然后我就买台北到福山 我买华航嘛 1万1 哦 那很便宜 而且我是就是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了 就是算是非常 1万1根本就是去上海的价格 就等于是疫情前 我猜可能疫情前去福山可能更便宜啦 但就是我就觉得 啊 比较合理一点 不然是两三万块 然后去一些 I don't know 我自己内心会觉得有点过不去 然后饭店其实也不算太贵这样 一个晚上多少 诶 看你住什么啦 就是还有呢 1千 2千 然后那我看起来 那很便宜欸 蛮高 就是比较高级的 大概5千 那也是很便宜 就是海边海景 那是波兰的价格 I know 然后就是你觉得 诶 那我两天住好一点的好了 然后我就订那种很好的饭店 诶 5千块 然后就是整个海景这样 OK啊 yeah looks really nice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其实我对韩国食物 比对日本食物 有兴趣 有兴趣 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 其实就可以吃到很很新鲜的 日本的食材 如果你吃传统的话 好吧 但我觉得韩国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 对那种什么锅啊 然后什么年糕啊 然后那个韩国烤肉啊 你吃的是不是差别 那个锅的差别 I don't know 都是碳水 就日本也是啊 日本也是碳水 好像都是碳水啊 因为你最近看韩剧 然后那些 那个男女主角都会去吃那种什么 五花肉 然后在烤盘上烤 然后男生要帮女生剪 那个就是会故意这样 我就 看起来好好吃哦 真的哦 对啊 你是因为这样子 我看几次我都还好 我好爱哦 我知道你看那些日本美食 你会觉得很想去 我就觉得 yeah it's nice 所以对你来说 你看那些韩国美食 就像我看到日本美食 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是 我去以后再告诉你 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因为很多人告诉说 你平常吃这么清淡 你去韩国吃个两天 你第三天就要吐了 我觉得你会 I'll tell you 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兴奋的心情 而且那边的食物都是 濕濕的干丝混合 大公主可以吗 可以啦 他一定会找到干的东西啦 屁啊 你跟我讲一个韩国食物是干的 烧肉啊 烧肉就是干的啊 烧肉不用沾酱吗 对啊 他就不沾啊 哦好吧 他可以啊 他连吃 他连吃水饺都可以加胡椒盐 你有看着有人吃水饺 我觉得超噁的 我看他在加胡椒盐 我觉得很奇怪 超噁的 因为这样才干啊 真的 他不沾酱 他不沾醋 什么都不沾 他只沾胡椒盐 他火锅也什么都不沾 是不是 不沾 他是小笼包是怎么样 把那个汤先弄出来 什么 小笼包是 就是还是会照吃啦 但是 还是他会等到那个 整个东西都流 他会故意挑破掉 对不对 不会 而讲到韩国是因为 因为我没有去过韩国 所以我想说 我就大概 我比较没概念嘛 所以我就想说 查一些Google Map 然后比如说A点到B点 要多久啊 什么 然后可以叫车 大概知道一个距离感 就发现 韩国的Google Map 不能用耶 我本来以为是想说 看是锁VPN吗 比如我就先查了 饭店到机场 我想说 我看一下开车要多久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我可能要花 保留多少时间叫车 就没有耶 他就没有 什么意思 你就放两个点上去 他就说 Not Available Data Not Available 可是点找得到就对 可是他会跟你说没有办法 你可以选大众运输工具 只有大众运输 对你可以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说 好你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就想 蛤 那看车多久 不告诉你 走路也不行 我连要看我的饭店到那个 地铁站 然后看起来就是 就是a few blocks 我想说可能只有五分钟 我确认一下 也没有 Not Available 不能按走路 那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查了一下 刚刚神父帮我看他说 因为法规的关系 韩国法规 就不能用Google地图 为什么境外势力是不是 神父刚有讲说 是因为韩国法规规定 他们不能把自己国家内的 这些区域的地图 放到国外伺服器 然后Google不愿意配合 就是我看到的那些 就这样 就不能用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有在韩国生活 会对韩国比较熟悉的听众 那Google上面餐厅评价准吗 其实不能信 餐厅还是找得到吗 点都找得到啊 点都找得到 对啊 那上面评价也很多几千个评价 那个准吗 可是用了几千个评价 都是外国人在用啊 所以吃的东西倒地吗 对 所以我要去看什么 拜托告诉我这样 然后后来 Ken刚查了一下嘛 是不是 他们就用自己在地的 我知道他们是用 他们大部分人都用Kakao嘛 或者是用Naviv 反正就是韩国在地最大的IT公司嘛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那个地图 韩国家不能用Google地图 可是韩国就喜欢走自己那一套啊 你记得很久以前 我们不是在做那个韩国的Podcast 市场调查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那个Google 不是说说Apple Podcast 上面要找韩国东西 就东西很少 然后排名也不太准 然后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上面排名第一名的 前十名的全部都是那种 传统媒体的新闻 你记得吗 记得 然后后来一查说 哦没有他们都用自己的系统 叫什么Podbang啊 什么Naviv自己也有自己的Podcast系统啊 所以就是他们都自己玩自己的 很神奇 不过我觉得蛮神奇的 就是他们是真的有做到 应该是为了国安考量嘛 他们不把自己的所有的街道资讯 你觉得不是为了 你觉得不是为了处理国内厂商这样 哈哈哈哈 因为这看起来就不是啊 对啊 看起来就是 真的很严格在要求这件事情 哦 因为台湾 我想台湾的就街景地图 应该就是 你知道全世界都可以access 是啊是啊是啊 可是这样对观光客来说 是方便蛮多的嘛 yeah 没错 可是大家还是死密的 想要挤进韩国 既然不能用Google Map 我真是太惊讶了 这很神奇 你不讲我不会发现 对啊 我就你一讲我才在想说 那我以前去韩国的时候 你以前有去过 我有去过 我去过两三次吧 哦 去首尔 都去首尔 哦 什么时候去的 十几年前 我一二年第一次去 那你那时候怎么在那移动 你买一本旅游书吗 不是 一二年有网路了啦 一二年 啊 有人来载我们 啊 你有当地人带 所以都不用管 我都是朋友 他们会开车来载 我每次去 我只有一次去跟Ivy去 然后那次是搭交通工具 然后剩下都是朋友来载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打开Google 然后想要看怎么去 好像 你整个失能呢 在那边 你在日本多active啊 因为我去韩国 没有爱 不是 对 我没有爱 所以大部分就是 哦 人家说要去哪里 我就跟 所以我不用看 你连查都不查 I don't give a fuck 很不像你耶 I don't give a fuck 天哪 你这落差太大了 我对韩国真的不像我对 超美爱 对 我对日本 对我对日本就是 I know everything 差很多 不过你说到Google有问题 我们最近Google也 你知道我们公司不是把所有的 档案都丢在那个Google Drive上面吗 那我最近发现Google对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限制 以前都没有 最近开始 就是下载限制 所以我们东西要给Steven啊 或者是别的剪辑要抓的时候 他们就说 哦你的档案 传输上线 单日已经达到 可是单日它是有10G 20TB的流量 可是他就说我们已经达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 所以不是有一些 可是我还跟那个Google的那个 Customer Service 有通电话哦 有通电话哦 他们是ChatGBT带回你吗 不是不是 应该是人的声音 因为有点口音 有点口音 我不知道是哪里的 不过就有点口音 然后他就说 对不起我们查不到 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请你24小时候再试 然后我就 差点崩溃 因为我自己要抓档案都抓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Google Drive很 很糟 如果有人在Google Drive的 Department里面工作的话 拜托跟我们联络一下 就为什么会这样 就help us out seriously 我们真的现在很苦 我们每个月缴超多钱 然后 然后现在不让我们下载档案 然后不让我们用 很苦很苦 他们可不可以业配一下 Google应该是 Google应该不需要我们的业务 对对对 好是世界可以进行 全世界最大了 没有有人来联络我们说 要不要改用 Dropbox 然后就是台湾代理上 我说可是 可是那是Dropbox 因为用Google的话 Dropbox very nice 很棒 很棒 换一下业配 只是因为我们用Gmail什么的 server比较方便 好啦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这个大新闻 给Benji A 21-year-old teenager has been arrested under the Espionage Act for exposing confidential report of the US government Revealing the country's surveillance of its allies and triggering numerous apprehensions within the global community 一位21岁的年轻人 在Discord 曝光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 被以违反间谍法逮捕 此举揭露了美国 对于自己盟友的监测 同时引发了 国际社会的 诸多担忧 好 反正又是一个泄密文件 Apprehension是什么意思 就是 怎么讲 就是 Anxiety 担忧 担忧 就大家很焦虑 大家就是 Apprehension这个字 常常听到 可是很少 看到它被打出了 是啊 我想要专业一点 It's a big word Come on Yeah 好 这个新闻 我在其实 在这个礼拜的一开始 我就听到 可是我是在听 那个韩国的podcast 想说 可能韩国那边也有东西 被泄露 我就觉得 因为就想说 泄露文件 因为韩国我没有爱 没有 但然后后来 就是听美国podcast 就开始听到说 他们真的 It's a really big news 因为它整个scope 就是包含的范围之大 就是把我们去年 全部在讲的国际新闻 全部都丢在里面 Again 对 就是都在这个泄密的范围里面 就觉得 干 这范围超大 而且就是 你会发现说 刚刚就像Benji讲的吗 这个新闻 基本上就是显示出 美国有在监控 他们的那个allies 他们盟友嘛 对不对 他们监控范围很广 就是除了 他们有intercept signals 然后他们 这边我就学到一个新的字 就是 他们原本说讯号 讯号的意思就代表说 他们在网路上 截取他们的那些 疾密的沟通方式 是用截取的方式 特别是他们用signal 如果是有人在那边 然后有人安插在里面的话 他们就会说 human resources 这些字 所以有实际上的间谍在那里 间谍的 间谍或者是 合作对象 他们会用human resources 可是如果是网路 或者是那种监听 或监听的方式的话 会叫signals 所以是他们的间谍用语 很酷吧 anyway 所以就是 整个文件 泄密的范密的范围非常的广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东西 影响到哪些国家 好了 第一就是 这些文件 泄密的方式 其实是 一开始在 discord的server上面发现 如果大家有 有在玩网路游戏的话 大家就会知道说 discord就是很多人的 类似聊天室吧 对 去那聊minecraft 之类的 就是美国人的line 但是给年轻人的 美国的PTT 很像PTT吧 我觉得 可是因为它可以 比较像聊天啦 对很像聊天啦 可是PTT有聊天室啊 可是PTT有聊天室吗 有啊 PTT到底是 就是一个黑色的 一个萤幕 然后黄色的 其实我不太懂 为什么台湾还有人在用 那个东西 不是我不懂欸 就是 那网民 他们就是在 PTT上面留言的人 叫网民吗 因为很多 你也是 任何人都是乡民 叫乡民 乡民是PTT的 对 然后在YouTube下面留言是 网友 网友 除了那边之外 每一个都是网友 是哦 是哦 对对对 明白了 but anyway 就是一开始在discord的 一个小的server上面 可能就25个人吧 就有人在里面 流出一些档案 那一开始 这些档案都是文字 后来才变成照片嘛 然后这照片里面的文字 其实 后来有人仔细看 就是oh my god 这是他 top secret 到底多top 多top 我跟你说就是 里面除了有classified 还有top top secret 这种的文字会在上面之外 还有一些上面甚至有写说 叫做nonform N-O-F-O-R-N 就是代表说他们连 自己的一些盟友都没有办法 分享的绝对机密 因为美国其实跟 有在五眼联盟里面嘛 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聊过 五眼联盟是 美国跟其他五个国家 一起建立的 情报分享机构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 agree on each other 但我们不要再监听 互相spy 然后互相共享情报 对对共享情报 然后是他们手上的这些资讯 是连这些五眼联盟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 都不能看 因为他们有在监控 五眼联盟的其他人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弄了五眼联盟以后 其实还在监控别人 对对有点急巴 有点急巴 那而且流出的文件 我刚刚有说到 非常的广 他们说这文件可能已经 在网络上流传了八个多月 八个多月 然后现在 现在right now FBI才发现 才开始抓人 因为最近 好像三四月才开始 在比较大的server上面 被流出来 开始就在小的server上面 然后因为 从很早以前 这些东西就开始流传了嘛 然后这个流传的版本 有人在网络上拿到之后 还会去改 所以后来就是 他们会发现说 同一份 同一张照片 可是上面的数字会不一样 所以乡民在那边 中间会篡改 中间会篡改 像是说他们发现 有一些文件是在讲说 乌尔战争 俄国史上人数 跟那个乌克兰史上人数 到底有多少 他们会发现 一些比较新的文件 上面会发现说 俄国的史上人数是低的 然后乌克兰的人数是高的 可是最原始的文件 其实是俄国是蛮高 那乌克兰比较低 所以里面有些认知作战的东西 对对对 他们说发现 可能有就亲俄的势力在改 所以他们一开始拿到这个的时候 不太确定 他的真实性 到底是有多少 说这数字跟我们其实上不一样 后来才发现 Oh shit 是人家改过 因为他们看到原始 就最早的版本 It's kind of real 他们说 就是一开始不确定有多 后来他们自己有说 超过九成都是真的 所以他们就开始 take this thing very seriously 说这个我们 need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who's behind this 他们一开始还在想说 这到底是不是 国外的那些 情报单位 然后渗透到美国的 五角大厦里面 然后取得这些文件 然后放到网络上 来做认知作战 我原本以为是这样 其实 我一开始听到 是discord server的时候 我内心就在猜 说干一定是 哪个屁孩 然后从爸爸的公司 把我里面拿东西出来 我爸爸在晚餐的时候 share 然后他就偷偷的去拿 然后放到网络上 跟朋友炫耀 炫耀 后来最新的新闻 就是 我觉得跟我的猜测 没有差太多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好 然后再来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说 那个流出的文件 有哪些类型 因为真的是非常广 这样 因为主要流出的文件 其实都跟 乌尔战争有关嘛 那刚刚有讲到 有被篡凯输字啊 然后接下来还有 分享到说 他们觉得 就是 因为里面流出的情知 很多是 五角大厦 或CIA或FBI 每天在对 世界的局势的分析 然后他们就有分析说 乌克兰接下来 就今年 可能在什么时 几月几号 或几月的时候 他们就会缺哪一类的弹药 他们有没有办法 继续打下去 或者是就会 今年整个就会变stailmate 就是 僵持僵局 然后没有办法 互相 就是有更进一步的结果之类的 然后 还有他们的作战的计划 还有打仗的计划 全部都在这些 league document里面 所以其实很危险 然后 其实乌克兰 后来有在记者会上面说 没有关系 留所有东西 跟我们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就对 我们做一些minor adjustment 这样就好了 可是实际上 乌克兰超火 就是这几天 乌克兰在美国的那些使节吧 还是大使什么的 其实超怒 就一定的啊 所以美国现在整天在安抚他们 因为 因为乌克兰人会觉得说 Can we still count on you? 我们还可以相信你吗? 大家算很生气 但是他们还是必须 count on 一定要 count on the US 不然他要 count on谁 可是会很不爽 当然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预测是说 他们预测今年乌克兰国内 可能会换领导人 对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预测是说 因为人民可能今年会对 这个战争的局势开始不满 因为一年多了嘛 那就大家会觉得厌烦 所以可能会换领导人 可是哪一个领导人 他们没有确定 所以可能是总统 也有可能现在是战争的 国防部长之类的 所以他们还不确定 因为现在 他们的总统 Zelensky的支持度还是非常的高 可是 Zelensky跟他们国防部长 其实是有一些摩擦的 所以他们不确定 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再来是 泄露的情报里面 也有非常详细的 俄国内部情报 有很多东西 就是closed door meetings 才会知道的东西 都在这个流出的档案上面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对美国非常的伤 说 干 那是不是他们 埋在里面的人 会被发现 会有危险 对会有危险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一次流出的 资讯非常的严重 就是有些人说 甚至会比 那个之前 斯诺登流出的 那个东西还严重 你说你听到的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对因为我听到 当然因为像拜登 他们也会出来讲说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 但我女朋友刚刚讲说 那些这次会死人 对可是史诺登 那个时候 他的规模也 非常的大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他是直接把整个 临近计划整个讲出来 对他把临近计划讲出来 那个也非常丢烈 那这一次跟上次 最主要的差别 其实是因为 这个时间比较近 上次史诺登 爆出来的东西是 是更久以前的东西 那这一次是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甚至是现在 还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会死人的 我刚刚就讲说 他们在 在closed door meeting里面 讲过的话 都留出来 那他们就可以去找说 好有谁在这个 meeting里面 然后去找他们对话记录 或者他们对外的 联通记录 然后来慢慢查 这绝对查得出来 所以这次 这非常危险 然后他们直接 可以听到就是说 俄国内部情报嘛 然后俄国的内斗 那俄国的战力啊 军队部署啊 还有甚至是俄国跟中国的 的联络 他们就是有跟中国说 我们接下来需要你的帮助 然后中国其实在那时候 也有agree说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会提供你一些 lethal weapons but we're gonna disguise it as civilian support 他们 记得前几个月我们就聊到新闻 就讲说 中国接下来可能会支援 俄罗斯一些致命武器吗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非常的广 你看全部都cover在里面 所以前几个月 美国不就出来谴责中国 说你们不要 不要提供致命武器哦 因为这都是他们手上拿到的 情资 所以都一起流出来 所以这都在这里面流出来 我跟你说这超扯 超扯 然后还有你有发现说 他们也有个盟友是埃及吗 埃及是NATO的吗 好像 不是 不是不是 可是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 很重要的Allies的盟友 可是他们发现说 他们自己的spying 对不对 发现埃及原本要提供俄国飞弹 哦 shit 可是后来没有发生 后来没有发生 因为可能是他们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去施压 所以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然后还有 也有发现说 这个是真的是NATO盟友 就是土耳其 他们有发现说 我们之前有聊过的Vagner Group 就是俄国最凶俄的 傭兵团嘛 然后他们俄国是透过傭兵团 要去找土耳其买飞弹 或买一些军火 嗯 然后那后来土耳其 也是没有成交 不过 这些东西全部都有被听到 甚至是我们上礼拜 跟上上礼拜都有聊到的 这个 以色列的司法改革 有没有 嗯 对 就是他们还有监控到 谋杀 还有叫自己的人 去参与反政府的 那些抗议活动 说 说我们要 要反对这些新的司法改革之类的 因为他们就发现说 谋杀真的对 Netanyahu太不爽了 哦 所以就发现说 他们自己国家里面的 所以其实哥被往外 对 有一点 对 有点侧反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大 这些对谋杀来说很难看 因为谋杀第一 他们是就是情资单位嘛 所以情资情报单位 大部分第一 不能干预内政 照理说 第二 他们不能在国内活动 那这个东西就证明了 谋杀在干这两件事情 所以这谋杀 现在超烦 然后Netanyahu会开始对谋杀做一些 I don't know 做一些改革 或者是拉人下来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超不爽 说 What the fuck 美国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Can we still rely on you 那我们之后 未来的合作要怎么办 所以这事情弄得非常非常难看 呀 然后甚至连韩国也有被拉下去 那韩国等一下我们再聊 不过 这样就发现 美国的情报 其实是蛮精准的样子 如果大家都这么不爽的话 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好 超强的 超强的 就在你永远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都渗透进去了 就蛮强的耶 公开秘密的发 对不对 当然没错 可是你实际上看到的时候 还是会很惊恐 对因为 我是没有看到那些 每一张照片的细节 可是听说有看到照片细节 其实是让全世界各国 都在那边跳脚 说这些东西 到底你们是怎么拿到 因为太多是closed door 我刚刚有讲 closed door meetings 不只是俄国的closed meetings 是全世界各国 连韩国的都是closed door meetings的东西 美国都拿到了 所以就说What the fuck 到底有多少人在出卖自己国家给美国 韩国的closed 他们被泄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要聊吗 好 我觉得对啊 反正就讲了 韩国在讲什么 韩国是在讲说 因为韩国自己内部在讨论说 我们需不需要提供美国一些子弹吗 对不对 应该是炮弹吧 炮弹 提供美国炮弹 因为韩国担心的是 我们如果卖这些炮弹给美国 美国再拿去送给乌克兰的话 是不是间接的变成说韩国有在支援 乌克兰战争 那韩国说我们要保持中立之类的 之类的 we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之类的 因为他们不想要惹到俄国啦 因为在他们正旁边嘛 第一次在他们正旁边 他们需要俄国牵制北韩 一方面这样 再来是他们也用很多俄国的缘由 所以就是有一点想要 就是想要当个双面见人 其实就韩国是台湾 我们自己觉得 很强的人 很想要当的人 很想要当的人啦 就是美国也需要他们嘛 那他 其实我看到那Washley Journal 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报导 其实就有讲 之前就有传出 韩国他们有卖 等于是出口一些 就是炮弹啊 什么给美国 那他们也知道 美国就是要拿去给乌克兰的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 所以就变成是 泄密里的资料里面 有讲到韩国自己内部在讨论 对 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跟总统在讨论的哦 然后流传到美国那边 美国放在五角大厦里面的机密文件里 对 然后 美国的情报好强哦 很强 可是我就觉得 很好笑的地方是 他们情资收集做的那么好 可是在情资保护 做的真的是 非常有趣啦 因为他们的policy 就是这么严谨的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在discord 就是一堆年轻人 对其实就是一个21岁的屁孩 他被抓了嘛 对那21岁的屁孩 把东西流出来嘛 那其实因为美国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多人 有这个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 因为全世界 大部分的国家 他们对自己手上拿到的情报 他们的政策 大部分就是 呃 need to know need to know重要的人 你需要知道 我才你才会看到的那种 就是重要人物才会拿 所以拿到的人都非常少 可是美国原本以前 也是need to know 可是后来在911 发生之后 他们就把policy改了 变成说 I dare to share 你知道911发生什么事吗 911其实他们 本来就有拿到情资 就是说那时候 会有人开飞去截机 然后要撞到那个 The Twin Towers 可是后来 因为他们的情资 分享的不是很透彻 就导致说 大家就觉得 这个东西压着 然后不要去做任何事情 然后最后才会有这个悲剧 所以从那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好我们要改变 我们对 想要更透明一点 对我们要拿到情报的话 我们要基本上 让所有的单位 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拿到 然后大家可以做 相应的对策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风险 评估判断 对对对 然后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 就赶快去做 act on the data that you have act on the intel that you got 所以他们就改成 这个policy 改成叫做Dare to Share 所以美国手上 可以拿到 我们刚刚讲这些情资 就是Daily Intelligence Brief 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上姑 有150万人 干 上姑有150万人 你就想象 150万人 只要有0.1%的人 是智障就好了 只要有0.1%的人 就是智障 多少人会泄露出去 天哪 因为美国他们会 做Dare to Share的 另外一个主要理由 除了刚刚这个9.1之外 他们觉得说 美国人都是非常爱国的 爱国的人 不会那么智障 或不会把这些东西 拿去国外卖 可是真的就是有智障 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因为这小朋友 他其实是 他只有21岁 那他是 Air National Guard 好像是国民兵 对不对 那他其实才加入 没有多久 他2021年才加入 其实我觉得 比较扯的地方 就是他才加入了 国民兵里面 两年而已 然后他就可以拿 有access to this kind of high level of information 他当然 虽然他是国民兵 可是他说他有在国民兵的 那个情报单位里面工作 OK 那他就是拿到这些单位 这些资料的时候 他自己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那他好朋友是谁呢 就是他常常在 网路上打电动的这群 好朋友们 一起重罢的好友们 一起重罢的好友 他们 他说这群朋友 对他来说就像兄弟一样 就像家人一样 因为他们说 在COVID期间 大家都没办法出去外面 I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his excuses 捡到其他人 没有这不是excuses 这是其他人 因为后来 Washington Post 有去采访 这Discord server里面的 其他members 那个Discord server的意思就是 像群 去这个聊天群里面 问这个群里面其他人 这个群只有25个人 他这个群的名字叫做 Dark Shaker Central 反正 这不重要 反正就是群屁孩 对 听起来比较中二这样 然后他们就问啊 他们说 哦不会啊 我觉得 所以我都没有想过说 我们里面都像家人一样 有人会把他这资料拿出去 然后可是后来 他那个记者就问说 那你知道里面都什么人吗 他说 哦我知道里面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 你都不是美国人 哦 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 因为就是 游戏群租 就是大家就在里面 分享 讲一些屁话 你要开一些 政治不正确笑话 可是大家都知道 在私下 一定会开政治不正确 我跟你就是会这样 对 对 所以其实都还好 可是他说 里面群里面 我知道里面有 乌克兰跟俄国人 哇 不是 那你为什么 还要在里面 share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要share出来 这是制造吗 就是制造啊 就是制造啊 没有 他其实有点 CNN有说 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没有朋友 然后每天在读那些 枪械的那些图 就是他们里面 都喜欢枪 因为他们最一开始 认识的地方是 在一个更大的群里面 然后那个群里面 就比较多是聊枪啊 聊一些其他东西 可是聊那些没有问题嘛 聊那些 我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对美国来说 那就是一个 好比一个嗜好 真的耶 对啊 就是聊枪 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right 只是他们在里面 我觉得说 你自己那么爱国 你因为爱国才加入了 那个国民兵 然后其实他妈妈 后来有被访问 他妈妈好像没有讲太多话 可是他妈妈其实以前 都会在就是 退伍军人的一些活动里面 去当volunteers 他们家其实真的是 非常爱国 那单亲家庭之类的 然后就是非常爱国 然后儿子 当加入国民兵 妈妈是非常骄傲的 妈妈还在自己的花店 的FB上面 还弄一张照片 说恭喜我儿子 进入国民兵之类的 然后还放美国国籍 所以他们真的是 非常爱国 你懂吗 就是爱国是一件事情 可是头脑撞到 是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在群里面 大家就是会分享 很多东西嘛 讲屁话 我刚刚讲过 突然有一天 这个泄密的人 他叫Jack Jack Teixeira 他就开始分享一些 机密的东西 可是他一开始 是用打字 打字出来 我刚刚跟你说 我看到了什么什么 所以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一开始就先跟大家 他是先用预测的方式 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世界上 会发生什么大事 像我们一样 然后过一下下 过几天 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 群里面大家就说 哇靠 你好屌哦 然后 我猜 Jack可能就很爽了 然后他就开始 分享更多的东西 可是说实话 大家会加入这种群 讲屁话群 打电动群里面 大家不会想要看太多 文字啊 或者是像essay的东西嘛 所以他开始 就是分享很细的情报 他一开始是把 他手上拿到的情字 他不敢直接 整个po图出来 OK 所以他只好用打字 一个一个重新打出来 然后里面一些acronym 就是一些 什么情报单位的 特殊用语 有没有 他还会在下面解释 跟大家解释 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让大家看得懂 他拿了美国的情字 去交朋友耶 对 可是 你要知道他每天 因为这东西要重新打嘛 他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打 可是字太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看FB文章太长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转到最下面 你直接跳最后一行 对不对 对 然后会说文太多 我看不懂 对不对 他也是发生一样的事情 因为字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按赞 也没有回复 他开始不爽 他开始不爽说 我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要让你们知道说 这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你们没人在理我 他开始不爽 怎么办 他说 我让你知道 我手上到底拿什么东西 可是他要拍照 我把它拍出来 oh shit 可是等一下 所以他们 Washington Post嘛 对不对 这些报道 他们是直接有采访 这个被抓到的人 还是采访他身边的人 采访他群里面的人 所以是旁边的人 意测他大概是这个状况 因为他们自己 群里面有看到啊 就是真没人理他 好可怜 因为这是群里面自己讲啊 那个人自己讲说 字太多我不想读啊 他说看起来很像功课 我为什么回家要看功课 在里面要打电动 你再给我看功课干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 在里面留了好几个月 其实都没有大爆出来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懒得看 所以图比较有用啊 我觉得他接下来 就原本要拍短影音吧 我猜 没有啦 没有因为图 你就有机会 直接转给别人 别人就会拿去解读 比较好 不然你打的文字 看起来就像conspiracy 还要我跟你讲 为什么图比较好分享 是因为图里面 会有地图 就是乌克兰的军事分布图 直接分享在上面 北韩 他们有直接分享说 北韩他们的Nuclear Weapon 核武 如果飞到美国的话 他们的可能途径是 飞到哪几个城市 就是那些线 他们都画出来在上面 你知道吗 就是有看到图的时候 大家就很有feel 但是甚至是连 最近的新闻是 中国间谍气球 也是很最近的新闻 对不对 就是那些 就是空军飞很近 然后去拍那些的照片 都有拿到 就跟新闻都很远的 都不一样 对 新闻都很远很小嘛 就小小一个 这个是超近的 都有 所以里面的人都觉得 哇靠你超屌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东西超广 因为就把我们最近讲过的新闻 全部都包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群里面的人 就觉得说 天哪 他真的超屌的 然后大家就 在里面的人 就会开始觉得说 我现在也可以知道 真正的世界是怎么运行的 大家也开始觉得自己超屌 你懂吗 因为我有 其他人没有的资讯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高人一等 就像我们一样 自以为 自以为嘛 如果我们可以拿到美国的金资 我确实会觉得蛮屌的 然后就在全部 好可怕 所以大家就觉得超屌 可是 后来就真的有人开始在 比较大一点的server 叫什么 哇哦吗 反正另外一个 比较大的群组 大的群里面 开始分享这些东西了 然后就开始 一个穿一个 一个穿一个 所以可能有上千个人 然后就爆出来了 然后才会爆出来 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 台湾的媒体 讨论的还蛮少的耶 因为这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会绑到 以美论啊 对啊 对不对 就会大家觉得 啊你这美国 到底可不可靠啊 连我们国家这么机密 这么敏感的事情 看像韩国 这个超级无敌爆敏感的 韩国可能会因为 被泄露这些闭门会议的资讯 然后被俄国 retaliate 之类的 都有可能的 就断他的缘由啊 那这样会很痛耶 之类的嘛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那些那个年轻人 后来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这样分享是对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都会这样讨论嘛 他说里面的人 比较偏libertarian一点 他们就说 我们有缴税 所以政府知道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啊 OK 我就说 你头真的撞到吗 为什么政府知道的事情 libertarian他们就是 想要政府对不对 对比较偏 要有点像极度自由 然后比较偏 因为无政府主义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 他们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真的超级极端啦 那到最后 我刚刚不是讲到说 这些东西开始流到 比较大的群里面嘛 然后直到三月多 四月的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这个Jack就 就突然觉得说 状况很不太对 东西 is kind of getting out of hands 他就直接上那个群 留了一个 voice message之类的 就跟大家讲说 something had happened and I pray to God that this event would not happen but now it's in God's hand 反正基本上就是说 我最早的事情发生了 现在就是 在上帝的手中了 所以他就开始叫大家说 I'm gonna lay low 说我可能要 就是低调一点 然后大家 对大家自己也把这些 你看过东西删掉之类的 可是也没删 因为后来这个人 被Washington Post 访问的时候 他还是把 你说被抓的这个人 不是 说错 群里面的那个人 被访问的时候 他还是有把很多 一堆东西交给 Washington Post 你知道吗 Washington Post 说天哪 这些你手上给我的东西 比我之前 我们拿到的情字 还多 不知道几倍 原本他们手上 因为在这个礼拜初 我听到的新闻都说 我们有拿到50几份 可是今天早上 我听到最新的package是说 他们手上拿到一两百分 就超多 超多情报 都在里面 我觉得蛮酷的时候 你看这样 这时候就会等于媒体 要去决定 他们要公布到什么程度 因为媒体如果 全部再重新公布一次的话 会出大事 对 因为现在听起来 就已经很严重了 这超广 这超广 而且我有听 那个Fox News的podcast 他们在分析这件事情 你说Fox News的podcast 很不错是不是 对我其实蛮推 Fox News的podcast 天哪 他们是正常分析 没有Benji在瞪你 Benji在瞪你 是正常分析 至少在这件事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没有 对于国外而言 好像确实 但对国内可能讲 对 他们在讲这种事情 他们讲国际事务 可能会稍微好 会想得蛮好的 然后他们就提到台湾 他们就提到说 现在如果他们在 这些事情上面 都做成这样的话 那他们的盟友 还有接下来的 logistic supply 为台湾做supply的时候 会不会也遇到 一样的问题 东西会不会泄露 之类的 他们就有做一些分析 我就觉得蛮酷的 可是 就这样美国就是这样啊 大家都觉得他很烂 是个渣男 但因为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 像乌克兰再气 他们还是得 靠美国 我跟你说 其实除了乌克兰气 还有哪一国很气 你知道吗 韩国啊 韩国 还有英国 英国超气 为什么 英国其实 大家都知道说 理论上 可以在乌克兰里面 真正operate的 军事活动的人 只有乌克兰人 可是里面 新的那个暴露出来文件里面 其实有50个英国的 Special Force在里面 它是里面最多 总共他们发现里面有 差不多90几个 Special Force 有英国 有法国 有什么拉脱维亚 还有美国 都有Special Force在里面 可是英国有50几个 然后 现在英国就爆炸 说 第一是人民爆炸吗 说 我们不是说不介入吗 第二是说 干那些人怎么办 哇 这是超惨的 不过当然了 韩国现在也是非常 非常麻烦的时候 对韩国现在很麻烦 到底韩国舆论有没有 就开始 以美 其实我 这礼拜在听 就是所有的 韩国的新闻Podcast 他们都没有在 走以美路线 他们其实全部都在检讨 总统跟执政党 你说那个 尹徐月 对 因为 大家记得 我们去年有讲 蛮多 就是尹徐月当选之后 他做了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那其中一件最奇怪的事情 他就是 坚持说 我们要从青瓦台 把总统府 从青瓦台搬到 国防部里面嘛 然后 现在大家都在说 因为你们太乱搬了 随时这样 搬得太仓促 所以被人家渗透 所以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自己没做好 没做好保护自己 那现在要怪别人 所以现在蛮好笑 现在大部分风向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没有讨论太多 还有包括 引徐月要防美了 对他 这个月月底嘛 现在是四月 四月底要防美 所以他们也不敢把这件事 不想要把这件事情弄太大 不然的话 去的话两方见面尴尬 你懂吗 啊 ok 所以韩国并没有太 还好我们总统已经去完了 还好耶 对不对 台湾弹那边都要这件事情刚好发生 然后要他跟那个McCarthy 不知道讲什么说 诶那个 对对 不过我自己看这新闻 我觉得最让我惊讶 就是韩国的军火 怎么可以这么的屌 真的吗 因为它里面其实就在讲到 韩国到底要不要 就是提供美国武器 因为美国要提供给乌克兰嘛 然后就一直在感觉 好像非常非常关键一样 我想说 呀我知道韩国有军火 可是有屌到 就是大家都有点在依赖他们的感觉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 就是韩国这 这十年或这五年来 都进步非常的深 说他们原本大概2000年的时候 他们在全世界的军火 占比大概就31名 就是很普通 说出口之类的 对出口这样占比 或是他们整个规模就只有31名 然后就还好 可是到17到21年 这五年期间就突然跳到第八名 然后去年就涨了 第八名耶 140% 反而他光去年出口规模 就170亿美元 超大 他们是军火大国 现在已经越来越像这样 那就是理由 原因有很多啦 有包括说 因为这个冷战之后啊 美国其实也就减产啊 然后NATO他们也都减产 所以他们那种传统的武器 比如说像坦克 然后炮弹这种东西呢 大家都大幅减少生产 因为当然有包括说 一方面是冷战之后 大家没有这么急促的需要 然后再来是 作战方式也改变了嘛 所以就比较不会去传 花这么多的精力去 去生产动很大 很大颗的 很大颗的武器 可是 韩国不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北韩的威胁嘛 他们反而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迅速的增产 然后在国外有 有设什么工厂 或是他们的供应店 也非常的齐全 那乌克兰战争跟俄国 是突然发生的 所以那个需求是突然往上 而且他们说这一次 乌俄战争的打仗方式 蛮接近World War I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传统的这种陆战 还要挖Trenches 然后要陆战之类的嘛 所以对这些传统武器 可能依赖会比较大 对 没错 那像这些NATO的国家 他们通常如果要跟 德国跟英国买 就是传统上 比如说德国坦克 最强之类的 都要好几年成才会交火 可是韩国就可以超级快 然后他们炮弹量也超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军演 而且他们的军演呢 就会一直用很多的炮弹 所以就变成 他们的产品在军演上 可以看到实际上的功效 然后大家就 好像还不错 然后又因为他们用的量很大 所以他们的生产量也很大 那又便宜这样 然后又便宜 所以大家就开始 疯狂的跟他们买 所以其实他卖到 像波兰去年 就有一个很大的单 然后跟韩国买了超多的武器 然后韩国还有做 卖个波兰 波兰不就是交给 Yeah I mean 所以就是有点算是 公开的秘密嘛 对不对 那还有印尼啊 澳洲啊埃及 很多都有买韩国的武器 然后他们还有自己做战机啊 然后自走炮啊 战机 他们什么都有欸 就什么都有欸 会做战斗机欸 会做战斗机啊 Holy shit 他们那个战机啊 是FA50 好我先说我不是战机的专家 但因为我们昨天又访一个 退役的 空军 空军 然后他就是飞行员 开战斗机的 超帅的 他F51吧 他很帅欸 他很帅欸 他人也很帅 然后讲话 他身材很好欸 身材超好 你有看到他手机封面吗 我没有看到他手机 封面好像是他上半身的 就是肌肉罩 真的假的 你知道他胸肌中间是有线的吗 What the fuck 对啊 有线的胸肌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看到我就说 对 他有讲到就是台湾 很多飞行员在训练的时候 会飞那个F5嘛 对对 然后可是韩国 他们自己生产这个战机 算是比较后期才生产 所以性能上什么就还不错 他就觉得哇 好屌喔 很屌欸 然后在 他们为什么这一次 韩国会这么生气 会这么尴尬 就是因为刚刚讲嘛 他们其实 有一点需要俄国的 包括是原油 然后再来是 他们需要俄国签制北韩 然后过去都有一点 他们都是跟美国私下交易 然后提供美国很多的炮弹 然后就一直强调说 没有啦 这些我们终端客户都是美国 他们都是这样讲 就是说没有 我们是卖给美国 可是这个就流出说 其实他们内心知道 终端客户绝对不是美国嘛 就是有一点被证实了 然后我在查这些资料 就是韩国的那个 就是军火啊 军备上面的资料 跟出口 然后发现写最好的 我 因为你知道 我就先点进去看一些中文的 然后想说 啊这应该是中国网站 It's OK 我先看一下分析 结果我看 我还想 哇这个分析写 好像很有道理 还不错 哇好清楚哦 然后一看 啊什么 解放军报啊 什么啊 好远 然后我就赶快跳出来 然后跑去看 你被渗透了 跑去看其他的外媒 你被资讯站了 Wash the Journal 什么的 那Wash the Journal 写的跟解放军报差不多吗 呃 路线有点不一样 但是解放军报里面 就会还会 可是其实没有 差那么多 没有差那么多 可能也是翻译了 I don't know 你什么Wash the Journal 用我解放军报 我们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就讲到说啊韩国 为什么他们的价格 可以比较低啊 然后再加上 他们的标准 就是也标准化 他们的规格 也都是跟着美国等等 所以对欧洲国家 NATO国家 都非常有吸引力 就是这些 跟Wash the Journal 讲的其实 其实没有差太多 哦 That's really cool 然后就觉得 台湾就是 比较没有在分析这个 嗯 不过这个 现在就是 Jack Teixeira 就是那个 泄密的年轻人 被抓的那个 屁孩 对那个屁孩 接下来大家在猜说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第一 他一定会被charge with espionage 就是 叛国罪 espionage 是间谍罪 间谍罪 sorry sorry 对间谍罪 因为他 泄露的时候 他同时也是 National Guard 所以他会被charge的罪项 会多非常非常的多 那他们自己群里面的人 都在说说 天哪 他被抓会不会直接 被丢到 广泰摩埃之类的 或者是 或他会不会被暗杀 目前他还是活着啦 所以 接下来有什么更新的东西 难道要像 Storden那样 逃到俄国去 应该是来不及了啦 他那么爱国 应该 I don't know 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更新 再跟大家补充 今天的干爹呢 我们的老听众 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NordVPN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VPN大王 他可以帮大家做什么呢 假设你今天在台湾 但是你想要追 全世界其他国家 在台湾没有播的剧 你只要透过NordVPN 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最近有非常多的 台湾新听众 你们就是需要NordVPN 帮你们听到更多 我们的节目哦 还有啊 NordVPN的 Thread Protection技术 可以帮你挡掉那些 讨人厌的恶意软体啊 钓鱼网站啊 甚至是看了 就让人烦到一个 爆炸的弹出式广告 都可以一次解决 这次NordVPN 依然提供教徒的 VPN优惠 只要搜寻 NordVPN.com slash KKVPN 或是输入 白铃果优惠码 KKVPN 现在最新优惠价格 购买两年方案 还想四个月的优惠 平均一个月 只要补到一杯咖啡 加钱就能大大提升 你的网路体验 另外还有30天试用期 可以随时取消哦 然后更新一下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马来西亚发生一个事情嘛 就是在17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 华裔的女生 她叫深客厅嘛 那她在山上开车的时候啊 据说是 就是完全没有违反 任何交通规则 但是就撞到文车党 就是有 有一些也是 马来西亚的小屁孩们 也是屁孩 因为他们就是把 刹车拿掉 然后会就是有点 有点像趴躺在 有点像超人的样子 在脚踏车上 对 然后在山路上 骑非常非常快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沈肯廷就撞到他们 然后就死了好几个人 死了八个 死了八个人 然后这件事情呢 他就被起诉嘛 然后原本起诉就 就说啊 这个无罪 然后起诉了两次 后来在第三次的时候 有个法官就直接说 他是因为鲁莽 或者是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 然后就罪名成立 然后就被判六年 然后罚款四万台币左右 然后那个时候 引起很渲染大波 因为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有种族的 因素在里面啊 是不是 然后就闹得沸沸扬扬 那最近呢 案情就被逆转 因为陈可廷上诉嘛 然后法官 在11号的时候 就判决说 罪名是不成立的 那我就看网路上 大家有讨论 法官有问几个问题啊 就说什么 你今天如果技术 开车技术很好 你在公路上看到猫出现 你到底可不可以 来得及煞车啊 或是你在公路上开到 看到有乌龟 然后带着一堆子孙 在那边走 那驾驶能不能 即时刹车啊 等等等 然后就因此而推翻 说你不能证明 它是鲁莽驾驶 类似这样 那这个新闻 我在那个BBK 就是最近 马来西亚的眼球啦 马来西亚的眼球 中央电视台 他们就是有 有做很深 很深入的分析 就从案情一开始 然后到最近最新的这个 推翻的判决 他们都有做 很深入的分析 你有看吗 我有看最新的那个 那他们有讲 种族的议题 还是就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因为我也有看到 很多网友说 就让这件事情 不要再提到种族的 因为种族议题 对马来西亚人说 太敏感了 因为死的这八个 小朋友们 都是无疑嘛 就是马来人 然后所以是 非常非常的 敏感 对 所以我们觉得BBK 就是那个节目 做得很棒嘛 所以因为眼球 也正好要收掉了 那当初BBK 是受到眼球的启发 才开始做嘛 对不对 那你们就 欢迎你们就 接受一下眼球的 的观众 的观众啊 开始聊聊 台湾的宗教问题 或中国的种子问题好了 对啊 多聊台湾 马来西亚的 你们不能聊吗 接下来还有一些 那个follow up news 就是伊朗那边的 新闻 我们已经讲过两次 补充过两次了 对 但就是他们现在 又有 基本上更多赌气 对啊 他们在学校里面 他们就要放赌气 就被放赌气 对 就女生学校嘛 对 被放赌气 现在有 跟最新的话 有六个女生学校 就是要女生 不要再上学 然后赶快叫他们回家 对啊 因为之前我有讲到嘛 好像在今年年初的 从去年年底 他们就被放赌气 然后到今年年初 好像几个月前 我们有讲过 就是他们的 Supreme Leader 有出来讲说 我们要停止这种事情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 抓到后面的 罪魁祸首来 然后就停了一阵子 然后在这里拍 又突然开始 就有人在放赌气了啦 所以就是到底 有没有认真在抓呢 We don't know 对像这种国家 就是都不会有屁孩 然后出来 reveal information 对啊 对对 你看像中国 我也多希望 他们有个屁孩 可以拿 把他们中国里面 内部的东西 拿出来乱放 在Discord去 因为中国的屁孩 可能比较 都是粉红吧 你自己看 更爱国 就是他们翻墙出来的人 你不觉得吗 中国翻墙出来的人 还是用类似的app 就是我看到我们的 TikTok 下面的留言 其实非常非常多中国人 那他们的留言 基本上都是在 攻击台湾为主 就是觉得 千篇一律的那时候 为什么你翻出来 还要用一样的平台 like 用Facebook 用YouTube 对对 用一下别的 你不要翻出来 还在用一样的东西 Come on 用一个外国版的抖音 对 Come on 那接下来又是一个 中国的新闻 我们要补充 这比较久了 这是16个月前的新闻 我们之前在Toughballbus 上面又聊过 就是WTA 又要回中国 WTA是什么 就是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他们宣布了说 他们要回去中国 继续举办比赛 他们之前不是说不去了吗 对 因为之前 有一个中国的网球选手 叫彭帅嘛 他有在中国的 social media上面 就是讲说 他被中国的高官性侵啊 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 WTA站出来挺他 那时候他站出来挺他 女生真的很 女生就是这样有义气 气啊 那为什么Hillary Clinton会输 他女生票超少 哈哈哈哈 fine 但是你不觉得很屌吗 就是 对他是这样子 可是女生自己没有挺自己啊 因为他出来 就是WTA出来挺彭帅之后 彭帅自己把那篇文删掉啦 那是彭帅自己的问题啊 然后彭帅又说 说哦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啦 我没有被性侵啦 这样WTA超尴尬的耶 他超尴尬的 所以WTA就觉得 呃那现在我们是怎样 要卡住了吗 对 不过WTA他还是继续就是 说好我们 要把这件事情调查到底嘛 我们就是不要在中国 办任何活动 然后他们 WTA后来就就就说 好啦我们发现说 这个事情 我们继续挤下去 最后受伤的 还是那些选手们 嗯 因为 是我们的赛事没有办法举办啊 选手没有办法在那边比赛啊 所以到最后付出代价的 都是我们的选手 所以我们在今年9月 会开始在中国恢复比赛 那不过说 我们会确保啦 接触过彭帅身边的人啦 彭帅他跟他的家人 现在都安全的在北京哦 还是走一个很高度的 对 路线 那还有说 接下来在中国境内的员工 都会受到安全的保护哦 OK 他们也没办法啦 我想他们 对啊不然怎么办 因为他们受到的 financial law 就是金钱上的损失 应该是蛮多的啦 不在中国比赛 对 好 part 3 part 3 那我讲 你这一半看什么 我这一半看模仿范啊 就是因为范姐一直跟我说 非常好看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我本来没有想看 对啊 你也一直跟我讲很好看 你说模仿范吗 对啊 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 当然 因为 因为你也知道 我现在看非常多 连续杀人的东西 我看了超多 美国畅销连续杀人模 的小说 因为我最近在练车 然后我只要 我发现我练车 没有办法听新闻 因为骑那个山路听新闻 我真是听不进去 或没有力气 是不是 会觉得很痛苦 是吗 还好吧 我早上跳绳 我都听新闻了 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只要转成 连续杀人犯的小说 我就会 骑超快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害怕 是因为后面的人在追吧 你就有人在追 所以才可以骑很快吧 之类的 我就觉得比较有活力 你在晚上骑吗 我都 晚上 因为比较不会那么热 对啊 所以就是有人在追 对啊 真的 对 然后我也看很多 因为美国现在Netflix 上面有好多 那种连续杀人犯的 Documentary 就我美国的也看 然后韩国的也看嘛 然后有 他们有一些文字记录 我也会去看 然后韩国之前 有一个信号 他也是在讲 就是那种策写员 他们不是都会 用一些案例 然后去分析 为什么这杀人犯 会做这种事情 然后What's the reason behind it 信号很有名 对啊 我就看 真的很多 然后再去看模仿犯 我就会觉得 当然就是台剧 我看非常多的台剧 台剧最大的问题 就是台词写的 比较尴尬 这个我觉得还是 没有办法 就是那个 可能编剧拿到钱 不够多 资源不够多 填调没有办法做这么多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最贴近 那个产业 写的东西这样 那之前 我们就是有 上我们节目导演 有提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产业上的问题 不过我真的是觉得 老演员 他可以把很尴尬 很烂的台词 演得超棒 然后你就觉得 哇这也太强了吧 就你就知道 这个台词 哇这句话 要怎么讲啊 讲了好尴尬 就他讲说 他有点被感动 就老演员真的好厉害哦 你就真心佩服 这些老演员 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 这个模仿犯里面的 年轻演员都很尴尬 不只年轻演员 林欣如也是 有一点小尴尬 解释不冲突 不过吴康润演得非常好 好帅哦 他不尴尬吗 他不尴尬 他就是又帅 然后 因为他在里面 就是很苦情 然后就觉得 天哪 怎么可以这么有魅力 然后 然后又是一个 正义的检察官 然后又懂得 一直不断的去 检视自己的内心 我就oh my god so charming 但 但我自己看 有点痛苦 为什么 因为 对我来说 他因为他在讲一些 很变态杀人的过程 然后我觉得演的 跟描述的方式 实在是太刻板印象了 就是那种变态杀人 就 然后变态到底 到极致 然后把他怎么样 比如说 对待那些女生啊 强暴那些女生啊 全部都演出来 我自己看得很不舒服 是不是有点像 以前黄秋生的那种 你说人肉叉烧包 可是其实我没有看 哦 蛮变态的啊 人肉叉烧包 真的超变态啊 那时候我们要访他 我看那个 然后晚上睡不太好 oh 哈哈 他演蛮多 这种很变态杀人犯 我觉得 我看得很不舒服 而且对我来说 因为我 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 你把那种 就是对变态 刻板印象 发挥到极致 那种路线 我觉得 比较没有 你知道没有subtility 不是深度啦 可是我刚刚听 你跟范姐讨论 他超爱 范姐超爱 因为其实 我昨天晚上看到 吴康仁 PO了一篇文章 他就是看到 他可能PO前一日 Netflix的 全世界的单日 收看排行 模仿泛是第十名 哦哇 全世界 我想说 干 这个很屌 我想一方面也是 外国人看 可能就不觉得台词很尴尬 反正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因为很多人 我听到有人在说说 如果模仿泛用日文的 声音来听 没有吧 就神父说的啊 没有没有 我记得 韩静也有讲那样子 OK 对他们说 用日文来听的话 就超好看 因为你就 反正你也不知道 日文翻得怎么样嘛 对不对 可是他说口气 什么都蛮好的 哦那有可能 所以就 他们突破 这个语言上的凡理 我们的小小不足 到国外就失去了 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字句很多东西 直接念 感觉是蛮尴尬 对 因为日本有自成 自成一成风格 对对对 所以范姐觉得 就是因为他拍成很极致的变态 你像凯莉 你觉得刻板印象 你不喜欢 可是我就觉得 就是要这样撒狗血 放地 才会打出去 他就超兴奋 这比较小众一点吧 会不会 就没有啊 可是你觉得美剧 没有那么变态吗 美剧的变态 也是蛮变态的 不是吗 我最近看美国的那个Mindhunter 他其实在讲 Mindhunter蛮变态的啊 还好啊 他不会把细节全部拍错 他顶多就是尸体或照片 或是办案 或是他会去 他们去 Mindhunter他也是在讲 那FBI早期 他是怎么样 测写人的东西 对怎么样有测写 这个科学 因为以前是没有的嘛 然后他们就去采访了 很多的变态杀人魔 他们的心理 然后把他们分类 因为你分类 才有办法用科学方式 协助未来的办案 他是会有些言语上 让你觉得 这个人的心理 怎么会这样想 他的行为很变态 可是他是用对话 跟叙述的方式 他们不是把剧情拍出来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大概懂 对 我大概懂 所以当然是 那个概念上 会让你变态 可是你本身 就不太喜欢写新的东西 不喜欢写新的东西 对啊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我对那个强暴戏 比较 我看了会觉得不舒服 I know 而且他实在是拍得太 太就是 你知道就是 女生就是完全的受害者 然后男生就是完全的变态 你觉得 如果可以抓到一些灰色地带 我自己啦 觉得互动的时候 有一些灰色地带 所以女生可能 也可以变态一点点 然后男生 不要那么变态吗 呃 对 可是因为他剧情设定 就不是这样 模仿犯是 他们是去买日本的一个小说 然后拿来改的嘛 对 所以 我觉得他们努力了啦 我看人好帅 我觉得我看人很努力了 哈哈哈哈 OK 好啦 那我分享一个比较变态一点的东西好了 什么 多变态 我看到你写Milf 对 我最近在那个IG上面看到一个短片 那叫做 呃 他是说是美国的TLC嘛 对不对 TLC这个频道 会有出一个reality reality tv show 叫做Milf Manor Milf就是 Mother I like to fuck 对 就是辣妈 辣妈豪宅之类的 反正就美国有很多 真实秀嘛 实际秀 就是把一对单身男女 然后放到一个岛上 想办法让他们打炮 然后然后就是 韩国好像也有那个 但韩国那个没有那么 韩国的好像很沙头 Single Island还是什么的 我忘记了 Single Inferno Single Inferno 对 然后 这个是叫做Milf Manor 反正就是辣妈 然后全部都在一个地方嘛 然后都要是妈妈吗 对 都要是妈妈 然后就放一些年轻人上去 那所以辣妈的年纪在 差不多50到 40到60都有 好屌哦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就一群年轻人 那一开始的 年轻 你说 年轻帅哥 年轻帅哥 小鲜肉 然后在那边 一开始的影片是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 最后那trailer结束的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见面 就是整排嘛 他们会 左边一排 右边一排 然后reveal 然后见面 说oh hot wait what mom 这些辣妈的儿子 全部都在两边 等一下 所以他原本 你怎么笑这么开心 对啊我不懂 所以互动的时候 原本不知道是 没有没有 后面互动是知道是自己妈妈 就是他们就是第一幕 他们第一幕让他们到这个岛上互相见面的时候 就说 oh yeah 我来这个很酷的岛 然后发现 干 对面其中一个是我妈 不是重点是 我刚刚有看那个trailer嘛 然后呢 重点是他们会群体活动 对 然后如果你跟一个女生 就是 就是良心相悦的话 那你们会亲嘛 对啊 然后你的妈妈就在旁边看着你 对 你的妈妈会在旁边 而且 因为我有看其中一集 我有看第八集 他总共有九集 从中有九集哦 好啦我只能说美国他们走的比较前面已经完全不可把印象 我看了我觉得是假的 我看了第八集 我只有只看第八集 然后里面说 oh my god 很恐怖 因为妈妈跟儿子会住同一间房 嗯 所以他们会互相讨论 今天我跟谁出去 然后 因为儿子们会跟儿子hangout嘛 儿子就是变成brother嘛 yeah 所以可是他要跟他说 我等下要跟你妈出去 哈哈哈 然后妈妈也会跟妈妈hangout嘛 说 但我觉得你儿子很可爱 这很奇怪 超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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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要说 Do I have your blessing my brother 就是说 诶我等下要上你妈你OK吗 哈哈哈 这真的是truly mother fucker 我今天超猛 超好笑的 好好笑 超好笑的 然后有一些就是 但有可能是演的嘛 当然啦 可是有一些小鲜肉就比较帅嘛 比较猛 所以就会有同时三个辣妈 很喜欢他 嗯 然后 那个刚好那个小鲜肉叫Jose 然后Jose Jose就很多辣妈很爱 然后每个辣妈都觉得说 哦我跟他才是有真的connection的 嗯 然后到最后 他们就是显示说 到时候谁跟谁有配对嘛 就是哪个 Jose选谁 哦 Jose只选一个人的妈妈 那Jose他会跟其他兄弟道歉说 不好意思 我跟他才有true connection 那其他妈妈还会觉得说 I got betrayed 然后呢 他还会跟儿子 然后儿子说 I think my mom is better 之类的 我会觉得是好 我觉得很可爱欸 我觉得很好 可是他rating很低 对Rotten Tomato上面 就是烂 大家不喜欢 烂番茄的评价只有17% 也太低了吧 因为真的很 很 他们觉得太low 真的很扯嘛 因为妈妈儿子嘛 然后 就是有一些影评会说 这应该是美国的那个 Reality TV show 就是 实境秀的新低点 因为实在是太low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看到里面有一些桥段 我觉得超屌的欸 怎样 因为我看到第八集比较尾巴了嘛 就剩下的配对比较少了 那他们还会做那个真心考验说 我要知道说 你到底跟我在一起之后 我的家人或旁边的朋友会不会接受你 他们原本只在一个岛上嘛 所以就是那个妈妈跟他的配 那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找另外第三者来 说可能是妈妈的好朋友啊 妈妈的女儿啊 嗯 那他们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 就会考验说 欸这个男的到底适不适合 我这个好朋友 或者说 那女儿来的 我跟你讲 那女儿超辣 然后那女儿超辣来的时候 那男的就是 好像很开心 我觉得他内心就在想说 啊母子洞子 母女洞 就是一看就说 被你的脸要崩溃了啦 我就觉得很屌 最猛的是 其中一个来的是 ex husband 前夫来 哦 fuck 所以这超好经历 你可能说美国真的是 我觉得走得超级 我在那边 我一边看 然后我一边 我一边崩溃 我还在 所以是好看的吗 还是就是有点猎奇 我觉得是以猎奇的角度看 就是不要真的是花太多时间 我就用两倍数在看 所以还好 我就慢慢看 我可能会崩溃 可是 这一点 Benji要崩溃吗 Benji要崩溃吗 我觉得这一定是假的 所以你看那 你想想他那个几率 对不对 你首先你要有一个儿子 刚好是20岁 然后呢 不一定20啊 反正就年轻就 然后呢 你又要刚好喜欢小的男生 然后呢 你又要刚好 女生一定会喜欢小的男生 可是女的 男的刚好要喜欢 应该说就大家有点 一起来逢场做戏啦 就是Benji觉得不可能 完全是真心 当然 一定会做效果 一定要做效果 对啊 可是那个条件开出来是 美国那么想红的人 那么多一定会有人去 是啊 真的啊 很酷耶 里面什么样的配合都有 还有那个亚洲耶 亚洲妈妈跟亚洲儿子 然后黑人妈妈黑人儿子 还有拉丁 我刚刚有讲到 哦 的那种妈妈 你说像那个 Denarius这样 嗯 对可是老比较多 然后脸可能有整形 所以下巴有点肿 吧 对 全有点肿 可是就是觉得 Oh my god 这是很扯 很扯 我觉得很好笑 我不是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YouTube上 其实蛮多 就有 就有整集 我在YouTube上面看的 OK 可是就是觉得 一边看会一边就三观崩坏就 OK 就只能说他们的reality show 已经做到这个 对就是台湾还在什么 努力在玩什么辩论之类的 哈哈哈哈 凯莉 然后连凯莉这种人都会上 就想说 不如拍个Milf Manor 就这个 你就喜欢那一种 我喜欢猎奇的东西啊 因为他就是看以前十几年前的 还二十几年前的 杨凡的分手擂台 他以前没看过 他看的好兴奋 因为你觉得很酷啊 我很喜欢 分手擂台 你就说就是分手 然后你就觉得很 就是来互骂 就是互相说 哇你很 你好臭之类的 你都不洗澡什么的 就很好笑 美国的十净秀 好像就是 就是当场测试那个 那个是不是你的孩子 就那个 跟爸爸跟妈妈的 什么Mori嘛 对对对对 看你就喜欢这种东西啊 口味很重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这是我以前那个 高中下课回家 刚好电视都还在播的 什么三点 都还在播 因为他们有设定三点 差不多三点的时候 电视都在播这种东西 要码是那个 要码卡通 那卡通看久了 你就会去看那个 因为他们那个 Transformer都已经 repeat不到几次了 你知道 你就不会想看 所以你就会看那个 去看Mori 或者是看Jerry Springer之类的 OK OK 好 But anyway Milf Manor is fucked up 好啦 那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